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北市长年底选战,自民进党宣布要自推人选,不理让北市长柯文哲后,外界就关注率,白彼此间是否会瓜分选票,对此,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廖达齐分析,柯P年底选战恐流失35万选票,国民党北市参选人丁手中得票则会超过60万票。 根据中评设报道,廖达齐分析,柯绿分手后,40万民进党支持者恐回流,柯在2014年获得85万票支持,这次最多只能维持50万票。 廖达齐认为,国民党在2014年北市宣战中,连胜文仍有60万票,代表这60万是不容易轻易改变的蓝宁铁票。 这次柯P少掉绿营,政治素人身分下,丁手中目前看起来的赢面比较大,且这次在国民党动员加持下,一定能获得大于60万选票。 柯要盘过丁相当难,对于这项分析,乡敏讨论说,没办法,基本盘就是这样,死脑筋,柯能选上算赚到了。 基本盘差这么多,柯要赢要很拼,丁只要输不容易,DPP文书,但也有人酸说,裤子抓号罗。 不然要盆飞了,台湾选举如果还是被蓝绿绑架,持续内耗就真的没久了。